我是SKY 李小峰 英特酷睿三挑戰賽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是半決賽的第二場 同樣是不用看的賽由來自波蘭的ESGaming對陣來自瑞典本土的SKY GAMING SKY GAMING在之前Trace來帶了一段時間之後發現好像溝通上還是有點問題之後 還是選擇了重新啟用這個之前離隊了的這個雕盤 但是雕盤剛剛回來之後之前的線上比賽一直表現得都不錯 所以來看一下線下比賽表現如何 這邊比賽已經開始 剛剛拼刀贏了之後ESGaming是選擇了當C地方防守 這邊手槍局我們看到ESK GAMING是所有隊員都是來到了那場奧樓競典集結 我們一個煙霧 然後紅山往外出並沒有去包點 而是直接來找地下的人打ROBEN打掉了ROD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侵略性的一個打法 這邊直接拉過來但是還是沒有打過TES 而三連發ROBEN 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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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然後這個時候我覺得不一定要把對方殺死 只要看一下ESK能不能用多的時間 但是這邊一陣的PUSH之後TES跟CUBEN 這個時候CUBEN想強拆但是被FIRST打掉 這個時候還有8秒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本身這個塔身上應該就是沒有鉗子 所以有鉗子耶 好吧應該是CUBEN神戰的鉗子吧 沒有所謂啊 這局ESK拿下手槍局但是1比0領先 還撿到了手槍 看到FACE是手槍 戴爾牌是手槍 應該如果這局拿下局戴爾牌應該會起AWP 那麼TRAIN這副的話主要就是看雙方AWP的對決 因為雙方都有不錯的軍手得了潘 而ESKGAMING這邊我們看到有PASHA 而KUBEN也有時候 另外NEO都是可以起GC槍的 怎麼總感覺這個是血的 好吧 第一 呃 紅樓梯看了一眼還是回到了2樓 Gearra一出來就被打死了 嗯 一出來就被前壓了NEO 在紅樓梯這個位置打死 4號到 這邊SK又要慢慢摸內場了 這隻SK在FACE跟Gearra來的之後啊 整個戰術都是比較靠明星的個人能力 所以今天就有這種不需要任何的閃光 直接往外摸這邊 RUBEN直接穿死了PAS FACE過來打掉了BUBEN 但是PASHA的手槍移動中 打掉了FACE RUBEN補掉了PASHA 2打3 這邊背包 TELPEN 側身被NEO 被緊壓過來被包槍的NEO打死 那麼 FACE又雖然打掉NEO 但是這一局 對於對方是ECO來說 SK掉了 兩把 應該是掉了一把槍 但感覺損失挺慘重的 這邊德爾潘剛剛雖然死了 但是拿下這一局這一局就起了 AWP 算先起AWP的話 場上可以給對方一些威懾力啊 而且 跟著感覺這種比較狹長 很多狹長通道的這副地步 就是說 AWP 算先起AWP是有一點優勢的 這邊FACE上來就是拿到了兩個人頭 AWP FACE這邊 後來打掉了 庫本之後 掉牌最後打死了TES 感覺一上來 Get Right 似乎 是狀態不大好 還是運氣不大好 連續幾局都是只有他一個人在死 這邊我們看到德爾潘蒂時間是下到了紅爐梯 看來是AWP 再找一下 沒錯 AWP是卡在了三樓底的位置 瞄待了三樓底的這個位置 呃 我們看到CT這邊PASHA也起來了AWP 感覺兩把狙擊槍都是在 對差 但是 刀盤最後率先打掉了PASHA 外場是打出了一個突破口 但是個人感覺這邊應該還是想打那場 沒錯 那場第一台Get Right 雖然先被打中 但是還是打掉了TES 直接 紅爐梯也上來 幫忙那場進攻 六 撿起了PASHA的AWP之後 打掉了刀盤 是打 二 這個FREZ也打起來AWP 打掉了KOOBEN 四打一 那麼NEO這個時候應該會選擇 保這把狙擊槍的瞬間就被這個FREZ鋸掉 FREZ這一局 殺了三個 這個 看來狀態不好的時候 嘗試一下狙擊槍還是不錯的 全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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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 的EFC 最美是 快些有力的時間 又是從 育通來到了肥家附近 而Get Right這個時候 這個 畢竟是 所以 沒有對Get Right造成太大的威脅 雖然是打掉很多血 但是Gara還是沒有什麼問題 可以把他拿下5比0 這匪徒是拿到了 率先拿到了5分 那麼如果照這個刺頭下去的話 SK感覺 這個刺頭現在挺好啊 這局對方又起了槍之後 SK明顯是打慢的 而這個時候我們看到 我們來看到左邊在這個血條旁邊 Kuben跟Pasha 起的都是AWP 他是率先打掉了 Rubin Kuben也AWP打掉了Gara 那麼內場已經全軍服務了 就要看外場 那麼外場在沒有了內場的這個 撤這個騷擾的情況之下 沒有內場吸引火力情況 只能硬打 Nio這邊夜霧之中打死了招牌 Face沒有辦法 只能硬著往外走 這邊 Face正想開槍就已經被被身 Nio打死了 一個人都沒有死 EAC拿到了剛剛這一局的勝利 5比1班回1局 更感覺 SK還是要打快了 所以如果打慢了的話 被ESCGaming 站好位了的話 SK是比較難打進去 因為畢竟都是這種經驗 非常老道的選手啊 ESCG Rubin又是第一時間打掉了Rubin 而3 6到這邊 我們看到散落底下 已經是有SK的進攻隊員 Rubin又是打掉了 大招牌 感覺突然一下子 ESC這邊的隊員貌似這個 浪態來囉 各種對槍都是秒殺對手 Rubin又是鬼死神差的 在5到頂上打死了 GitRide 5比2 Rubin Rubin 又是上來 率先打掉了DELPAN 這一局 感覺 SK死 應該是 經濟上去有點壓力 如果這一局輸了的話 SK就要面臨一局 ECO 內場 外場 率先死了一個人 之後 那場只能硬打 封了很多煙霧 但是還是被酷本 G掉了Rubin 應該這邊 下來了 如果他 FREZ大神 對大腿 狀態不好的時候 還是可以 打掉TAS 這邊 GitRide 啊 只要沒有抓住 這把G槍 給G槍 逃跑了的話 GitRide 就凶多吉少了 5比3 那麼 這邊 應該是 ECO SK GAMING 今天我們看到他們後面 呃 掛了一個ROCKSTAR 是 難道是有新的這個主戰鬥商了嗎 ROCKSTAR是歐洲這一邊 歐美這一邊 一個挺出名的 運動飲料的品牌 還是想打一波 我已經知道那場有人 看到外場立刻回防 這個時候過於早了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SK來說並沒有什麼好處 FOREST雖然感覺今天 這掛這個ID是不是狀態不好 真的狀態不好嗎 直接上樓下就打掉了Taz NEO過來補掉了ROBEN 可以放包 放包 這邊是4打4的局勢 這邊都是滿血啊 CT 然後IWPPASHA打掉了 FOREST NEO打掉了DELPAN 這邊 真的是一個一個 足夠被擊殺 Trace 補掉兩個 但自己的血不多 還是被 呃 這個 狙擊手 酷本打死 那麼 4比5 這局應該是真正的 是要ECO啦 剛剛那一局是選擇了 這個 槍棋 這局又是強起但是拉出來沒有任何的優勢啊 Taz連續打了兩個 而ROD跟KOOBEN KOOBEN就AWP也是收花了兩個FREG 感覺今天PASHA的話 AWP面對DELPAN有一點點的吃虧 但是KOOBEN的AWP非常的 這給力今天已經有挺多精彩的表現了 KOOBEN 感覺這樣強起真的不是辦法啊 SK 或許是ESGAMING可能剛開場有一點點的慢熱 所以 連續給SK拿到了5分 但是 當ESGAMING狀態來了之後 SK在對槍對不過的情況之下 貌似進攻槍 找不到北的感覺 這局ECO還起了三把 沙漠之音 雖然狙擊槍沒有巨神 但是ROD 跟連續刷了三個NEO 也打掉了FURST 轉身關又打掉了GATRIGHT 感覺 我真的覺得 這種國際強隊之間的較量啊 ECO起殺音好像真的著容不大 那強起一把 GNEO的話 或許還有一點殺傷力 但是起殺音 貌似 真的 特別是像 TRAIN這一種 那麼多遠距離對槍的地圖啊 所以 可能 像TASK呢 MIRASH那樣的地圖 或許 殺音會比較有 比較有好處 因為 對槍的距離都相對短一些 但TRAIN的話 根本來真的是沒有必要去殺 這邊外場是直接拉了出來 RUBEN 炸死了RUT PASHA也是打掉了FACE GATRIGHT這邊 補掉PASHA之後 4打3 刁盤是卡在那4號島 雖然是人多 但是還是並沒有完全佔領包點 但這個時候我正在輸的時候 FOREST打掉了TAS 那麼包點立刻被佔領 最後剩下1打4包 然後AWP的根本 應該是要選擇寶槍 一打4的話 比較困難 看來經濟不錯了嗎 SK搬回1分 6打6 6比6 不好意思 不是說了應該是要這個 SK還是要打快一點比較好 2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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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就感覺比其他局又大膽的一些 直接出來找人 Ruben打掉了Guben Tasha反而並沒有那麼主動的去找對方打 那這邊呢 盲局也是非常的給力 但是還是被Ruben補掉 放爆 最後剩下TAS這一把M4 外面德爾潘的局槍 在看中文 Ruben 這邊想穿 應該沒有什麼用 他早早就已經跑到另外一邊 这局放包成功 SK又拿到1分7比6 如果这局SK再赢的话 ESGaming这边应该就会是ECU 所以这一局应该是上半场最关键的一局了 如果赢了的话 ESG下一局是ECU 所以很有可能SK会连下两局 9比6人先 我们需要看这一局SK的进攻 这边挂梯子应该是FACE招牌的一个站位 但是我们看到TES这个也挂上了梯子 过来帮忙扔了一个O3之后 KUBER还是来到高台防守 这边经济对于ESG来说已经并不是特别好 因为之前连续几个队友双局相当这局并没有出现 前压的NEO被这个双架的SK队员被FACE打掉 场上人数是有一点略是TES过来打掉了DELPAN 这个时候对枪的时候ROBEN并没有打掉TES 那么人数又是瞬间反了过来这边又落了 又打掉了一个一换一之后二打三 包是在FACE的身上 那么FACE应该要死了 没错 KUBER是已经听着他的脚步声跑过来 这一局 我们来看一下CATLINE 还有13秒 并不知道他的站位 有点变形 有一点危险 因为GATRAT在打TES的时候是这个时间已经到了 如果TES反过来把GATRAT打死的话 GATRAT下一局 也就是说这一局将会没有任何这个经济的补助 但是好在GATRAT还就打掉了TES 但是这一局没有拿下的话对ESG来说 SK没有拿下的话对ESG来说 经济上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有起到了狙击枪 率先打死了FOREST FOREST FOREST 抛下 这个时候外场我们看到 这个ESGAMING在外场抢位置的时候 是做得非常 一开始 我觉得为什么可能 第一时间就已经抢到 六号到了各种防守的优势位置 但我们看到GATRAT也是非常给力 直接拿到了三个FOREST FOREST已经知道了TES的位置 但是还是被TES打死 好在GATRAT側身过来 打掉了 PASS 那么8比7 SK带着1分的领先优势 再进入下半场 刚刚GATRAT是拿到了4个FOREST 还以为他可以EV5 但是第一个FOREST 是被FACE打死的 来SKROCKSTAR ACGAMING第一时间 NEO在抢那场低台 已经跳了过去 FOREST知道吗 应该是知道 他瞄了在左 他这个预瞄点是在左边 两个 FOREST应该告诉队友 喂 高低台有两个了 回去了一个 真的不知道 知不知道 GATRAT 靠台这边 NEO应该是不会轻易路透 那场 知道一些声音之后 看到NEO非常狡猾地退了回去 而EACGAMING真正的进攻 重心是在绿通 在这个时候 那场一阵骚扰之后 我们看到掉盘 已经有 有这个 抓住了这个时间的空隙 来到外场高台 而 红楼梯这边是一个双架的站位 一个看中路 一个看红楼梯 有点慢 这个呼吸 有点慢 啊这边 跳下来摔得有点惨 没有挂到梯子上 这边 这边各种身法 直接连跳 那么 刀板是打不到的 还是打掉了NEO 这边 FOREST非常狡猾 并没有第一时间的 过来找人打 是卡在了 EACGAMING 往后退了这个 必经的路上 刀板最后 打掉了PASHA 4打1 放了包 库本打掉了GATRAT 但是对面是有 两把枪 同时对了他哦 那么 FOREST这一局 拿到了3个FRACK 圣灵哥 虽然挂这个IT 但是感觉状态 应该还是可以的 暂时都是杀了3个 还没有死 那么FACE 刚刚应该是那个拆崩 那么得到了3个FRACK 这边ECO 选择了抢起 而 SK这边是有两把FARMERS 费时间打掉了PASHA 因为刚刚是放了包 所以这局是可以起枪 也是GAMING 但一上来就 被打死了PASHA 对 看这个好 这个 往后退之后 应该是要想来外场 没错 来外场进行协防 看能不能过来捡一把枪 没错 过来捡一把枪 包掉在红柔衣 户本是抢起了 剪掉了这把AK之后 但是他应该 用什么办法 可以随便 队员 所以过来对枪 还是没有对过 10比7 1 2 1 1 2 3 SK连续 连续 连续 刚刚累绝的防守 还是比较稳健 虽然对面是有抢起 但是SK 在 一系列的 这种补防和潜压都做得挺好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叼盘 刚刚是捡了一把枪 然后这局应该是起了AWP 呃 ESC这边 全球队员都呆在这个地方 是干嘛呢 等着一波打内场吗 那场是直接没有任务 就往下面走 叼盘打掉了第一个 能打掉第二个 FACE 直接拿掉两个FLAG O4 不要给地方放包 没错 这个重点就是 不要给地方放包 FACE 直接 一个 连续四个GX的刷屏 这局应该是下半场的一个正规 所以第一个正规场的枪局 我看到 ESC GAMING 在 开场的部署 这个战线拉得非常开 这个时候 FOREST想往前摸一摸 但是TAS 跟前 那么一个小跳 非常 诡异的一个小跳 没有给对方 杀自己的机会 但是自己不小心 从刚才摔了下来 躲开了对方的枪口 但是自己摔了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ESC GAMING 选择到外场 如果TD要出 GAMING 想到我能否 直接一个 直接一个闪光 闪在脸上 那绿通呢 绿通就放弃了吗 GET RIGHT 还是可以 那么 ROBEN在被闪了之后 回到山路顶 跟GET RIGHT一起 那么是一个交叉火力 看中路跟绿通 最后4打1TAS 位置已经暴露了 打掉了GET RIGHT 包是在他面前 他没有 没有办法可以捡啊 遠距离 FOREST 打掉了TAS 这边我看到FACE 也帮 调盘捡了这边 AWP12比7 AWP12比7 TAS 4号到穿点 就穿死了 ROD GAMING GAMING 已经压到了 哇 这个真的是 架子高啊 虽然打死了 然后 包是掉了下来 但还是被TAS 補掉 撿到一把M4 剛想說這個架子高 但是貌似有一點 但是那這邊又掉了一把槍 暴使并不是很值得 我這個錢要 暴使給到了NEO 要打到一個嗎 一個 來刷屏 兩個 好 直接一個 這個可以說是順局啊 又拉到了三個FRAG 沒錯 這些拿到三個 呃 在控制了對方經濟的情況之下 SK暫時是以13比7 暫時領先 那麼照這樣下去的話 SK要拿下這場比賽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注意到G 這邊一拉出來看到兩個人 那麼感覺 呃 NEO這邊真的今天狀態似乎不是很好啊 那麼在進攻號是找不到什麼套路的情況下 還選擇了快打強打 那麼直接拉過來對槍 但是get right這個時候 就是SK這個隊伍最需要他的時候 關鍵的時刻站了出來 連續兩個擊殺 那麼瞬間這個人數又是又搬了回來 在2打1 FACE 在你左邊 看到了嗎 看到了 我們應該爆給了get right 哇這個 反應非常的快 空起來非常的穩 直接過來就打到了頭 14比7 再拿1分 就會來到這場比賽 在第一副圖的賽點 這位真的是嚇到了 但是並不是被狙槍打死的 是被這個TAS的AK打死的 那麼這個時間差有一點點早 沒有 這個歐式炸的並沒有炸成太多的危險 NEO打掉了 FOREST TAS直接的對決 這邊直接看的人就是一陣穿 FACE很無辜的被穿到紅血之後 被捕死了之後 然後2打4 這個派的狙擊槍在哪 狙擊槍來到了高台這一邊 但是我覺得 應該不會給他太多機會高台 我直接一個甩G 這應該是一個定點G 不是甩G 打掉了 FACE又是一個 哇這我都沒看到人耶 他怎麼看得到的 看到個頭打掉 然後對方的狙擊槍 被打掉 又是一個盲狙打掉了弱的 真的是 啊這邊 知道了KUBEN 剛剛GAR應該是剛剛撿了槍 所以並不能開槍 這邊 德爾潘有前程嗎 強拆 這組一個2打4的局勢 完全就靠德爾潘一個人 非常非常漂亮的發揮 完全靠德爾潘一個人 連續三個 非常漂亮的順局 最後一個強拆 現在AK又打掉了最後的KUBEN 感覺回來之後啊 非常 真的表現非常驚豔 那麼SK來到了賽點 水溫 8個賽點 他應該不是賽點 3D5點 MAT POINT MAT POINT 好 這邊 貌似ESC 是不是被 都很嚇到 有點不知所措 但是 扔了O3跟O5都沒有往外出 這邊 沒刷 那麼這一 這一招就已經沒有什麼血液了 Taz 一打二打血不多 我一炸也變成5HP 這邊 Robin率先打掉他16比7 SK順利的率先拿到了 這一副圖2 我剛剛這一局 Train上面做CT非常好的防守 我是連下8局 下半場沒有給ESC 任何的機會 16比7拿下了 Train這一副地圖 那麼DAS2這一副地圖 我正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ESC Gaming這邊 如果他們當CT方的時候的前壓 因為ESC Gaming這邊 當DAS2 當CT方的前壓是非常的亮點 那麼Navi也非常的害怕 他們的前壓 經常 找不到任何的解決方法 束手無策 因為 新闻的調子 陰性 中央 一副地圖 柱 重的